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海外的民众大概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开始有一点的大家的自发的一个集会和在各种的社交媒体上大家串联了 基本上都是正面的支持韩国瑜 而且韩国瑜在国民党党内初选的时候几次相关的民调都是高于蔡英文的 郭台铭退选了 韩国瑜成为国民党唯一无争议的候选人了 反而韩国瑜的民调一路下滑 中国时报算是有点偏蓝的一点的一个媒体了 对韩国瑜的选情都非常的悲观 他说韩国瑜的民调已经低到了百分之二十五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低点 为什么 基本上现在就是说韩国瑜一截起的时候是一个旋风 其实他那个截起那一段我正好也都在台湾 有人跟我讲了 说您比较关注 后来他现在就是说一截去之后 他去当高雄市长之后开始的话 其实他做的政见相当不错 他把路都铺平了 我看他用了三位副市长都非常好 而且都是部长级的 三个都是部长 曾经当过部长的 所以基本上但是现在台湾就是这个媒体 几乎都被利盈控制住了 所以你做的再好他还是把你抹黑 就是这个不好这个不好 所以变成说你好的没有人帮你讲 坏的话他的媒体的还有另外网路也是一样 我们台湾叫1450 1450这个台湾是很多政府单位 编预算 编1450亿来培养 这么来的1450 用政府的 我还以为是AM1450 不是不是 1450是当初农委会为了那个卖水果 水果那个产品出去 那时候韩国瑜不是说货出去 那个人进来 他从东南亚到中国大陆 去推销农产品嘛 所以那个他们就是农业局 农业部他就编一个预算 就是要打击这个 因为他把工老的农业 变成农业部没有作用了 不能让你韩国瑜独揽不老 所以变成那个1450是这么来的 是政府单位都编预算 太过分了 变成说用国家的力量在养那个 所以结果他被黑的很厉害嘛 被黑的很厉害嘛 所以他台湾是这样子 他就先把你要消灭你先消灭你的人格跟上 把你把现在都用草包啦 用什么的话 以前大家想到韩国瑜就是他很厉害 他很神勇 但现在把它包装成像草包就是什么的这样 所以无形中民调就下降 而且他是两头跑真的很厉害 他一方面要顾高雄的市政 一方面要跑总统候选要谈国政 要谈国政 国政跟市政总是有一个差距 所以变成就是说无形中 原来高雄的人认为他有背叛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我们一些高雄的朋友 大家似乎对他有点不以悲然 所以他最主要是忽然民调下降 而且下降的很明显的 就是说不论是蓝影座的或绿影座的 都有那个趋势 所以大家都开始焦虑了 焦虑了 就是说因为这一次他们担心的 就是说这一次是中华民国 或者说那个台湾前途的保卫战 那当然一定是如此 因为就是说蔡英文主政三年多 他现在已经我们常常讲说 他是政府失能 他所有的政策都错的 新南向政策 得不到人民的认可 一带一路 新南向政策 什么什么能源政策 什么都是错的 都是没有效果的 然后国会失能 就是立法院失能 他人多数都是用墙 就是你反正你都不要跟我的 我都是用投票表结的 你根本没有发言权 咱们不用谈对错 所以变成他就是政府失能 立法单位也失能 然后他用的 我们还有所谓监察权立法权 司法权 人家司法权大法官都是全部他的 他要他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监察权的话专门弹劾 就是说谁办法国民党的就弹劾 所以已经搞得天怒人怨 而且他最严重的是把柯刚改了 把那个他要把中国切断那个关系 比如东亚史 对啊他现在把东亚史了 没有没有 而且大家说你在台湾拜的是 马祖也是大陆人 关公也是大陆人 你的所有的过中秋 过春节 过端午这些 也都是中国的节日 你怎么去切嘛 你怎么去切嘛 这个我完全 而且大家都是原来祖先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你那切文化是 但是切文化是有作用的 当然有作用 尤其是年轻人 现在年轻人他辨别不出来 所以他就受到影响 这无形中就是让国民党也好 那个韩国瑜的民调也好就下降 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尽力的 希望就是说能够在 但是很可惜的 现在媒体也都是比较 但是除了不能否认 确实有媒体 甚至有人说假民调可能都有 但是也不能否认说 在你看在郭台铭跟他竞争 这个国民党候选人的时候 韩国瑜在多个民调当中 都还是胜过蔡英文的 郭台铭的因素没有了 应该说 这个你应该更成为独自一尊了 让人担心 就是说随着郭台铭的出走 也让国民党内部一些人 对韩国瑜也产生了一些排斥 你像有些国民党的高层的人 大家就说 他和郭台铭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 郭台铭自己也毫不掩饰地说 国民党多少立委拿了我的钱 国民党的团结 好像又成为了一个 国民党党内有那么一些人 也可能未必是大多数 但是起码有还是有人 对韩国瑜不以为然 或者说不喜欢韩国瑜 是不是也是个因素 没有错 国民党是 我们常常讲说是百年老党 就是说他有一个包袱 有一个包袱 所以在去年 2018年 九合一 其实国民党是大胜 但是这些大胜的人都有一个特点 他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但是看出来不像国民党党员 你如果像国民党党员的话 没有票 这现在就是 非国民党性格的国民党员 所以现在这是一个 国民党现在 对你看新北市的那个侯友宜 对啊 他也是不想要尽量说不要 他不要国民党的上面的人来浮显 或什么 因为反而是倒倒反而副作用 可以理解 所以现在变成说个人赢过国民党 上一次就是说一人就全党 现在国民党最主要是那些 就是说我们常常说要 鼓励年轻人 那这一直讲很久了 对啊 年轻人 充满一走时代就讲 李文汇时代就讲 讲到现在 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做得相当好 就是说还是有一个菜 所以年轻人现在不愿意加入国民党 有些以前最近好一点韩国瑜出来 早期在学校年轻人之间 你不敢人家说你是国民党 因为好像是 好像很丢人的感觉 很丢人的感觉 所以现在是韩国瑜出来 所以当初叫做韩国瑜那个旋风出来的时候 国民党的士气才恢复的 否则当初蔡英文刚上台的时候 不是用不动党产条例 还有什么转型正义 把国民党真的打趴在地上 起码党产没有以后 国民党连收入都是个问题 党部的办公室薪水都花不出来 但是国民党不能不说 韩国瑜的个人特质 也引发了国民党党内一些朋友的议论 就是因为他是非国民党典型的国民党 他才能够当选 可就是因为他的非典型国民党 也引起了那些传统国民党的一些人 不同的看法 这个如何来协调 虽然连战我看连战这两天公开出了 愿意当韩国瑜后援会的总会长 起码这是国民党目前最大的大佬 他能振鼻以乎 但是看这效果怎么样 大家也还在有待观察 基本上我们就是说 因为国民党给人的感觉 就是现在那个老一辈的 没有放手给年轻一点的介绍 你看吴敦云还70岁 对 就是说没有放手的时候 就是说 其实我们早期就是说 你德高望重我们尊重 你退到后面当顾问性质的 或什么知识的 对 让培养年轻人才有磨练 有机会 有发表的机会 但是有些人就是那观念还改不太过来 但是这个我想说百年老店忽然要变 也有一个过程 就是所以慢慢的 但是如果改的太慢的话 有时候他们说如果跟不上社会的步骤的时候 政党就会被淘汰 在民主社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在民主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变成说必须要与时俱进这样子 那现在是就是说输了 当时他们也说国民党输了也好 就是让这些大家清醒清醒 不然的话 也该撤痛定吃痛 对 就是借这个机会就是说能够改革一下 但是改革的速度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的那么快 所以变成说现在民进党也在 去年他们就说全台湾最大的政党是什么 就讨厌民进党是最大的 现在国民党也有这个味道出来 他们讨厌民进党之后又讨厌国民党 所以忽然白色力量崛起 所以柯文哲他们这些所谓的中道力量才会崛起 但是中道力量一个缺点是说 他们也是讲的那个话 话以前是很会讲 但是是不是会做不一定 就拿柯文哲来讲他现在第二任的 他以前说打币案打什么的话 现在事物都好像也没做 什么事都没有做 所以大家还是看出人心 但是不管怎么样 韩国瑜的问题呢 韩国瑜其实原本韩国瑜的资本就是高雄市 可是现在大家突然发现高雄市很有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包袱 原因不是别的 就是说本来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证明给大家说 你韩国瑜有能力 我能把高雄市治理好 我就你就可以相信我能把全台湾治理好 这个应该顺理成章的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从李登辉开始历届这个党主席和选大位的人都是台北市市长 对 原因很简单 你得有一个基层的一个经验 你就说你得证明给人说 我马英九在台北八年我做的好 很遗憾 韩国瑜就是虽然有了这样一个舞台 但还没来得及市长呢 结果他就跳到去 所以这也是也是一些朋友对他一些担心了 这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